哈囉!Travel Maker今天去哪兒? 今天是一年一度的家族旅遊 我們來到了桃園的桃溪露營區 很特別 它就在大溪老街這邊過來一點 然後它這邊有很多種選擇 有這種帳篷還有露營車 那我們今天住的是帳篷 就帶大家來開箱一下 先講一下為什麼會選擇這邊 因為其實我們都是懶惰的人 然後又不喜歡髒髒的浴室 所以這裡的優點就是 這個帳篷裡面就有自己獨立的衛浴 而且還有冷氣什麼的 雖然現在這個季節不需要冷氣 那它這個帳篷外面還有一個小客廳 這邊可以在這邊吃點心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盪鞦韆 那現在就來開帳篷 嘿! 今天風真的超級大 哈囉!請進! 好!那現在來開箱我們的帳篷 我們的飯店拖鞋 它是附有點像溫泉飯店那種醜汐感的拖鞋 這裡還有附一台電視 哇!有空! 數字超大的耶! 長輩友善 然後它這邊的mini-bar有附四瓶水 這邊還有一台小冰箱 冰箱裡面是空的 它的熱水壺長得滿漂亮的耶 喔!我覺得它儀式感做得很足 露營的時候都會有這個 小鋼杯 然後這邊還有可樂果跟卡莉卡莉 我好像在下面發現了一隻恐龍 這裡卻還有一隻恐龍 是給大家做的嗎? 然後它這個就很像是露營的時候 我們會用的那種桌子 然後這邊轉過來就是我們的窗 因為我們今天有三個人 那這邊 這一張床好像比那一張再大一點 那它還蠻可愛的 上面還有附一個雲朵跟千人掌的報紙 把房間搬到帳篷裡 上面還有冷氣 雖然今天這個季節可能用不到 但大家夏天來的時候也會用到 那這邊就是護浴用品區 這邊就有毛巾還有備品 它這邊還有附耳塞耶 是不是怕隔壁帳戶 或是我們髒腰大呼的時候 大家需要用耳塞會比較安靜一點 然後這邊備品附得滿齊全的 牙膏牙刷什麼都有 那就帶大家來看最重要的浴室囉 它這根本就是在帳篷裡面直接蓋了一間浴室 這邊就是洗手台 然後酷了這個酷了 帶著吹風機 露營地有帶著吹風機 太扯了 這個露營就不奢求它是免資碼頭 然後這邊是領域空間 這領域空間很酷喔 因為帳篷是這樣子的形狀 所以它這邊也做了一個弧形這樣子 然後它是乾絲分離 其實還蠻大的 手還可以這樣子 這邊有附沐浴乳是叉子塔的 沐浴乳跟洗髮乳 但是沒有潤髮乳 不過露營能到這樣子已經很到不起了 目前為止我覺得這個房型非常棒 那我們晚一點再帶大家去看一下外面 然後這整個園區其實還扩大的 然後有一些活動 現在再帶大家去看看 GoGoGo 發現我們營區走出來有一個獨立的小木屋 難道是一個人來住的嗎 這麼邊緣 打開看看 它好像是可以開的 有點硬 哇哈 這裡是一個小朋友的遊戲間耶 感覺又是那種那個 復活節找彩蛋的感覺 因為裡面有兔子 是可以來玩的小木屋 那我們繼續往下一個景點前進 這裡還有一個活動是這個高空滑鎖 其實沒有到很高吧對不對 就是從這邊這樣滑過去 每個人都可以選一個活動 那如果你還想玩更多的話 就是一項活動加350 喔它會自己慢慢的滑過去 還好耶 喔喔喔喔喔喔喔 那邊有人在滑獨木軸 在想說今天這個天氣滑起來頭會不會很痛 不過這種天氣好像也還蠻適合滑的啊 戴個帽子就行了 不然夏天滑可能會熱死 這裡是園區的主要辦事區 就是Check-in 什麼都在這裡 那邊是櫃檯 這邊是放行李 它會幫你把行李搬去你的帳篷 或是你的露營車 這邊呢就很適合打卡拍照啦 這邊是我們吃下午茶的地方 這邊是給小朋友玩的地方 我本來想要開這輛車去遊園的 結果這個車是要費用的耶 休閒電動車30分鐘300塊 哇 好吧我們只好徒步前行了 走吧 這邊就是豪華露營區的露營車 然後還有類似小木屋的那一種 我們本來想要住這種 但是呢價位高了一點 所以我們還是選擇今天的帳篷 這邊還有一個像小朋友在公園可以玩的 有垃圾市區 然後這邊還有剛剛的 五居小樓 看看這間裡面有什麼呢 哇 每一間裡面是不同的生物耶 這裡面是恐龍的貓頭飲料櫃 回到了我們的帳篷市 以露營來講的話 好像還是帳篷應該有數 不過等一下如果跟我們一樣 是在這個C左右來的話 這一單一定要戴帽子 不然你玩什麼都會頭痛 那現在就回去帳篷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去我們的DIY 至五點開始 GOGO DIY時間 刷100克 갔的是 определ令人 Brandon DIY完成 這是我們用水苔做的小植物 裡面這個是釣來 他每年四五月的時候 有可能會開出小白花 希望我們可以好好照顧它 還蠻有意義的一個小活動 就是跟在地做一點結合 又清淨打自然 好 希望你好好早餐 晚餐是火鍋 有番茄鍋 昆布鍋 然後這邊是我們的菜 那邊還有蜘蛛棒 新宮電影院時間 8點25才能入場 感覺蠻有feel的 這裡也是吃秋葉湯 島野區 吃完就沒有囉 滷味 感覺是甜湯 椒糖爆米花 先搶先贏 第一天的早餐 跟昨天一樣可以自己煮 第一天的早餐 這邊早餐時間很早 從7點開始到9點半左右吧 然後我們選擇8點半 然後剛剛帶我們來吃早餐的人說 我們是剩下最後三張還沒有吃早餐 大家都好早吃 那我們開始吃早餐吧 哈囉又到了住宿心得分享時間 這一集呢 因為是家族旅遊 所以只有我沒有Jack 那我覺得這個地方呢 他其實還蠻不錯的 他整體設備我都覺得超新 因為我覺得露營的時候 我最害怕的就是那個設備什麼都看起來舊舊的 那今天早上才知道這邊其實是 還在市營運期間 然後大概一年的時間都在市營運吧 因為他營區還有很多地方是還在建設中 所以目前的價格我覺得也蠻實惠的 大家如果有想要來的話其實可以在這個時期 來訂一下這個地方 場地蠻大的 很適合親子來這邊跑一跑 那他有的房型是含有那種溜滑梯的床 所以我覺得小朋友應該會很喜歡 再加上這邊有一些大地活動 雖然是說一個人只能選擇一種 比如說你是獨木舟啊或是釣缸鎖 或是DIY 就是免費的你只能選一種 但是你如果要再加購是可以的 每一項再加350 350我是覺得稍微貴了一點點 如果每一項是100到150的話 我就覺得我可能還會再加購一個戶外活動 那我昨天選擇的是做DIY的部分 那這邊吃的我都覺得還不錯 下午茶的話是比較簡易一點 因為我們的方案是一博四十 那多少錢我再放在這裡 因為我忘記了 這次不是我訂的 如果你要說小缺點的話 就是這邊如果建設的更好的話會更美 然後浴室的垃圾頭 因為它是那種採蓋式的 你上廁所的時候會有點不方便採蓋 再丟垃圾 這是小缺點 那其他我都覺得還不錯 那住在這邊真的很有住在帳篷裡面的感覺 晚上可以聽到很多大自然的聲音 那這邊的話因為地點就在大溪 你如果是台北跟桃園的人過來的話 都不會太遠 唯一要注意的就是大溪這邊的交通 有可能會比較塞車一點 所以大家可能選平日啊 或是禮拜日到禮拜一這個時段 所以還不錯 好啦 那以上就是我們這次的影片啊 如果喜歡的話 歡迎訂閱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掰掰